说起袁杰宜这个名字可能很多人会觉得陌生 他1989年参加亚姐竞选并以第四名的成绩进入演艺圈 那一届亚姐大方一彩的还有温红、万启文和吴勇威 入圈后,袁杰宜主持演戏两不务 曾参演赤子雄风、我和僵尸有个约会阿哀等剧 亚师没落后,他转头TVB,一直当绿叶至今 日前,56岁的袁杰宜晒出了一条非常有意义的Vlog 到天安门看升旗 凌晨两点半,袁杰宜就在拥挤的人潮里排队等候了 他戴着应有我爱你、中国的口罩 只能高举手机用俯视角度自拍 因为四周都是人 虽然袁杰宜凌晨两点半就开始排队了 但他只能站在比较靠后的位置 前面是拥挤的人潮 升旗开始时,大家都举起手机 彻底挡住了他的视线 他顾着自拍流影,所以是背对着国旗站着的 升旗结束后,袁杰宜的自拍热情仍未退去 跟远处的国旗和人海合影 视频最后,他加上了祖国万岁这四个大字 在评论区里,袁杰宜说 亲身感受到,好像邻居里走进祖国的怀抱 好温暖好幸福 他还强烈建议网友也去天安门感受一下升旗 并提醒他们记得提前预约 前不久,港星梁静辉、梁烈伟 也凌晨到天安门排队看升旗了 接下来应该会有越来越多港星效仿 袁杰宜会去天安门看升旗不奇怪 他出生于香港,祖籍是东莞 他一直对祖国非常认同 所以早在2009年就开始到内地定居了 大部分时间在广州 每隔几个月才回香港一次 跟家人相聚 他跟其他常驻广东的港星没少聚会 比如黄艺山、成东、刘玉翠 很多港星都很接地气 袁杰宜也不例外 他是个很务实的人 完全没有明星的架子 去年四月份,疫情肆虐的时候 他就跟大家一起在广州的街头排队做核酸 发声为广州加油 毕竟已经过气了 所以袁杰宜对工作并不挑剔 多次被网友拍到走学捞金 为小县城的酒吧商场现场 对此袁杰宜并不掩饰 两个月前接受采访时对港媒说 用普通话讲就是混饭吃 什么都做,什么都搞 我个人很随缘,没有什么要求 你说有活干我就会说好 很多女星都想把自己的年龄改得小一些 袁杰宜却反其道而行 百科上他的出生年份是1971年 但他却对媒体坦诚 其实我是1966年出生 辱马的,今年十月就57岁了 网上的信息是假的 网友夸他老了还很漂亮 他答有美言就没有老 因为名字相似 很多人把袁杰宜跟袁勇怒混了 他丝毫没生气,耐心纠正 他认为自己就算不上明星 袁杰宜之所以早早就来广州定居 还因为他老公在广州做生意 没工作时他就当起全职主妇 走路外出买菜,做一桌好菜等老公回来品尝 夫妻两一直恩爱 但二十多年来一直没有生养 袁杰宜坦诚自己先后流产了三次 觉得很对不起老公 曾建议他找别人身亡 以便传宗接代 虽然很多人对他这样的想法很不屑 但只有当事人才懂得想要孩子 却无能为力的那种痛苦吧 当然,老公最终并没有这么做对不起他的事 袁杰宜虽然工作重心放在内地了 但他这些年一直有戏拍 但只能演配角 而且多数都是没什么反响的 最近他在一五清晨里演的KK妈一角 因为有缺女儿当舞女和卖身的剧情 饱受争议 综上所述 袁杰宜的现状其实还不错 虽然不火了 但不缺工作还不会很忙 有一个恩爱的小家庭 人生如此也该知足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 订阅收藏不迷路